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 今年一月份举行了很隆重的订婚仪式 在我心里她也是我想要嫁的人 但是订婚后不知道为什么就产生了很多矛盾 从订婚以来 我女朋友越来越无理取闹 一些生活中细微的小细节 也会上升到她对婚后生活的担忧 说得我一无是处 我觉得我男朋友很不成熟 对未来没有规划 问她什么时候结婚 也没有准确的日期 在婚前的我非常焦虑 我们经常吵架 为什么她订婚后会变成这样了呢 难道真的是我做错了吗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温先生23岁来自浙江服装店主 苏女士23岁来自浙江淘宝主播 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你们俩这对容错率就会高一些 那都是结了婚了 你们这不是刚刚订婚吗 我听着矛盾也差不多啊 是刚订婚是吧 是的 今年一月份 今年一月份啊 订了婚之后就变了是吧 对 她是怎么变的呢 她就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啊 我哪里不一样了 就一月份订婚的时候 就所有事情都是我来操办的 她什么事情都没有过问 然后都是我和双方父母来操办的 我怎么就没有操办了呢 我没有去参加 那订婚怎么完成的呢 那你不就是参加了一个订婚仪式吗 就像是去参加别的订婚仪式一样的 那我那时候不是我们事业刚起步吗 对吧 那我工作的事情也很多 对吧 每天这么多事情 那难道我要放弃手头上的工作 然后回去准备订婚的事情吗 我都跟我爸妈说了 这些事情的话 他们也能够处理好 然后我忙我这边的事情 不就可以了吗 可是我也没见你对事业有多上心啊 因为我是做主播的嘛 就播了很久 在那直播 就卖衣服卖货 从晚上五点多播到十点多 就卖了很多衣服嘛 然后第二天她应该发货的 她在那边就是拖拖掩掩的 然后玩手机 最后导致就是很多客户都退货了 那你累我也不累吗 那你平常负责直播 那我也在幕后工作对吧 然后你直播前我也要给你准备好对吧 那你播完之后 那些衣服还要我来处理 去把它发货这些 我都要处理的嘛对吧 然后你说发货慢 那有些顾客的话 他是冲动消费嘛对吧 那我肯定要等一个时间 他确定不是冲动消费的话 那我再给他发走嘛对吧 那这样的话也不会 就是有运费上面的损失呀对吧 主持人他完全就有借口 他那时候就在那边玩手机 那你说你对事业很伤心 上次我们跟客户约好了 下午两点 然后我们要去谈生意 你为什么会迟到呢 那我就问你 结果是不是合同已经签成了 那我自己有把握的事情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你为什么非要拿过来抢呢 有票吗 可是这样子不是给客户 一个不好的印象吗 我们本来所有事情 都已经准备好了 东西也拿好了 门也锁好了 你到了楼下 你又说 我有东西没有带 我要回去看一下 那你这不就导致我们迟到了吗 那我回去看一下 东西有没有辣 再检查一下对吧 我也是做事情谨慎一点嘛 耽误几分钟怎么了 那你看看你迟到那么多次 你成功会有多少次 你以为你每次迟到 每次都会成功吗 那不下午我们早点准备好 那不就没那么多事情了吗 这个不是说人变了 怎么说着说着说工作了呢 你们订婚是一月份订的婚是吧 对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啊 结婚他一直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日期 他就觉得订婚就已经完了 就结婚的话就一直都没有给我 我是觉得现在的话婚已经定了嘛 我现在把事业稳定下来之后 咱们再结婚 行那我明白了 为什么女生对男生在这个订婚之后的事业这块这么上心 因为是稳定之后才能结婚 是这意思吧 对 他还有什么变化吗 还有就是他花钱大手大脚的 花钱 对 而且特别喜欢抢着买单 就有一次我们去海底捞 就本来朋友都是说好了我们要AA的 然后我们当天晚上吃了一千多 说好AA 然后他自己偏要先去抢着买单 那朋友生活上不是对我有帮助吗对吧 那我请他们吃个饭 那怎么了又没事对吧 可是这不是一次两次了 是很多次 那朋友请我吃饭的时候 你也没看到呀对吧 那我每次跟你去的时候都是你请客的 那我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吃个饭 那大家谁买单不是买单呀对吧 那干嘛要在意这些细节呢 你就老是因为这些小事情 就管这管的 主持人你知道吗 就是在家里面 我想轻松玩个电脑他都不让我玩 打游戏是吧 对 说起打游戏的好好一说了 他上次为了打游戏买装备 花了几万块钱 那游戏的话那不买装备那怎么玩啊 没法玩吧 游戏一点体验乐趣都没有对不对 那后来你不是一直叨叨叨 我把游戏装备都卖了吗 那还赚了钱了你怎么不说呢 那你花在游戏上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你用在世界上 你现在就不得了了 那我这不是为我们婚后着想吗 那我婚后也会赚钱呀 那不影响婚后呀 那你现在就一直这样说 就让我感觉我婚后就很没有安全感 他玩游戏上瘾吗 玩得厉害吗 他玩得很厉害 而且他不是说这个游戏他卖掉了吗 他后来又玩另一个游戏 那个游戏我又没怎么花钱 那那个游戏有一天晚上 他从下午就一直玩到晚上 然后他玩就还算了 他也跟别人语音 打游戏和朋友之间 肯定要开语音配合才会好一点啊 才会赢啊对吧 那我是不是提醒你很多次了 那你好好说话行不行 那你后来干嘛把我网线给拔了 让我一个人游戏乐趣没有 让我其他朋友也没有游戏体验 那我多没面子呀 那后来你是不是把键盘砸了 就砸给我看了呀 那我还不能愤怒了 砸一下键盘 那后来呢 后来我是不是就好声地说了你几句 你直接就走了 你直接摔毛走了 那我想静静行不行 我静静都不行吗 那当天晚上 你就根本就没有回来找过我 就一直对我冷战 到第二天都没有找我 那你当天晚上在干嘛呢 我当天晚上我就很伤心啊 我在那儿哭啊 行 听明白了 所以我就觉得他很不成熟 喜欢打游戏工作不上心 对 花钱大手大脚 这都是在订婚之前没发现的 是吧 对 还发现什么了 还有就是我们旅游的事情了 旅游 旅游又怎么了 就他之前前一段时间说 他想去厦门玩 我同意了 然后我订了机票和酒店 他也不满意 那你还好意思说酒店 那那个酒店是这样子的 我提想很多天我跟他说了 我说你酒店早点订 那时候是旅游旺季嘛 然后他偏要在前一天晚上才订 订完之后那个酒店又烂又贵 那我每天这么多事情 那我哪来这么多时间去订啊 再说了那天 也就那一个酒店有了呀 其他都已经被订了呀 然后后来那个酒店 我不是就说了他几句吗 他就直接就对我生气了 他直接生气之后的话 然后他就又冷战 第二天还是我去找的他 然后我也是就是又说了他几句 他直接就丢下我一个人 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直接就走了 那我们出去玩不就为了开心吗 对吧 那你非要出去玩一趟 然后搞得大家都不开心 那后来我不是去找你了吗 打你电话你也故意不接 害得我绕了一大圈 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你 可是你过了很久才来找我的 我们以前谈恋爱的时候 不是这样子的 那时候我们不是去爬山吗 然后我就是爬累了 然后我跟他说 我想要就让他背我 然后他就是也没有说什么 就直接背我了 但现在我就说了他几句 他就直接就走了 这个对比啊 这个反差呀 那你以前多懂事啊 那你以前也不唠叨呀 那现在特别唠叨 动不动就吵 小事情非要整得跟大事情一样 啰哩啰嗦的 那我不是为了我们以后吗 就现在我们已经订婚了 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矛盾 然后你又不改正的话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 行 他还有什么毛病啊 还有就是因为我在家里面的话 我都是没有做菜的嘛 然后我想因为订婚了嘛 我想以后我们结婚 我肯定是要做点家务啊 这些的 然后我就给他 就是在手机上研究嘛 我就烧了几盘菜给他 就烧了糖醋排骨呀 还有手撕包菜这些的 然后我烧好后 然后我叫他下来吃饭 让他慢吞吞地下来 下来之后的话 也不是那种就是很开心的感觉 就直接坐在椅子上 然后跟我说 把饭给我盛过来 把筷子给我拿过来 就直接面领我 那我是你家薄木嘛 你为什么要这样面领我呢 那你也就一次这样子吧 那又不是天天这样子 对吧 那享受一下 那乐趣怎么了 那就又不是天天 那你如果现在就这样子 那我以后婚后怎么办 那我也有手有脚对吧 那又不可能说 所有的东西都到你来做 那我也会希望 我也会拖地啊 你干嘛老是要往坏处想的 对吧 我也没有你想象那么糟吧 就主持人他每次啊 就每次我跟他好好地讲 听懂了 他每次就是这样子 就他就很像是谈恋爱的时候的他 但是我的话 因为我订完婚了嘛 我就感觉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准妻子了 就我也想要步入婚姻的殿堂了嘛 我就也要改变 但是他的话就一直就不要改变 给他时间 给他时间 但是我现在是不想给他时间了 那你想怎么立 我就想要知道他到底要不要改变 到底就是听不听我的这种券啊这些的 是要不要改变还是听不听你的话 咱把这事说清楚 就是我觉得他很多方面 是要听你的话 对不对 对 也要听我的话 听不听人家的话 好的我就听咯 我有选择性地听 还是比较理性的 比刚才那个结了婚的男人好 那男人是什么都听 一结了婚就什么都不听了 你男朋友还挺诚实的至少 他说好的听不好的不听 还有就是因为他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 什么结婚的日期 就我就觉得他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你说说吧 人家问你什么时候结婚 后年 后年 你说后年就是后年吗 这完全就敷衍 这为什么得出的结论是敷衍呢 因为他每次就像订婚也是 然后订婚也是我自己提的 你老逼着他是吧 也不是逼他 因为我们也在一起很久了嘛 但是他现在的话就是没有给我一个确定性 就这样子 在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彼此都很快乐 就为什么订了婚之后 就变得好像 不快乐了 是吧 对 只要结了婚以后可能更不快乐 还结吗 结 什么时候结 后年 不满意 什么时候结 最快明年 行吗 我就觉得他就是一直这样的态度 就是要逼着他 逼着他 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就是两个人对情感的认知 不太一样了已经 看起来好像是男生特别被动 其实女生在这个关系当中一直都是被动 你逼人家结婚嘛 我刚才那个说话不算数啊 我就是看看你是一个什么态度 其实你们婚期的事是你们自己要商量的 是不是很快要结婚 情感有没有成熟 到底应该怎么办 你们可以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男生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是不是现在就目前的这种状态下 你暂时不想跟他结婚 对 你刚刚没说实话 什么经济原因啊 你能花几万块钱出去买装备 你能没有钱结婚吗 你的事业没有起步吗 刚刚他都在讲了说每天都卖不少衣服呢 你们俩对不对 所以其实正在经历好的方向 但是你们一块创业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矛盾 你不想娶他 起码现在是不想娶他的 原因是你觉得第一他对你的管束太多了 我跟朋友出去吃个饭买个单怎么了 打个游戏怎么了 至于吗 最重要的一点你刚才可能没说出来 我觉得你女朋友 不管家里家外应该是不给你面子的 比如说跟朋友出去吃饭AA制这件事情 你已经买单了他有说话吗 在现场 有 所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 让你觉得很多行为都难以接受的女生 她说你变了 你还觉得她变了呢 这就是她为什么一直不提结婚 而订婚也是你提的 她其实也没有那么笃定 所以她只是亲自出席了一下自己的订婚典礼 你如果非得逼着她结婚 即使是后年 她也可能是亲自出席一下自己的结婚典礼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情感 真的在岁月的消磨当中渐渐地淡冷 我不知道你们的矛盾 是不是像大多数夫妻一样 今年日久 逐渐地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你们现在剩的是什么 是这家店的纽带 是你们过去的情谊 仅此而已 如果想要打破现在这样的局面 我的建议是 不要马上结婚 因为她已经不是那么地相信这份感情了 而你还相信 但是你不停地在里面挑刺出来 挑出来的刺就扎他扎他扎他 就是这样一些小小的挫磨 小小的矛盾 让你们的感情不新鲜了 所以如果想要真的走进婚姻的殿堂 需要一些刺激 比如说 现阶段就真正的这一年的时间 你们只谈这个店铺 只进行创业 把情感先剥离出来 或者干脆就分家 不要在一块继续地做这件事情 矛盾会不会就少了 你们私底下自己去商量 总之我觉得现在不宜结婚 但是可能你们依然有未来 所以祝你们幸福 谢谢老师 淘宝店你们是夫妻到吗 就是我是做直播的 我知道 意思就是淘宝店是他开的对吧 对 你是帮他做一下直播 然后也帮别人做直播对吧 没有 我就专门就是为这个店 只做这个店直播对吗 对 买货谁买 买货这些都是他 所以整个供应链什么的 都是你在弄对吧 对 其实我一直在听的时候 我觉得很好闻 就表面上看 好像是结婚感情的事 其实不是 其实这是一个全新的生活模型 他们就是一直做淘宝 一直做主播 这些职业 它是一个全新的自由职业 除了要去上货之外 其他时间都自己支配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就两个人谈恋爱 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吧 对 都没问题 一到结婚 这个时候姑娘发现 我还能接受从前的生活吗 我还能接受从前的一个 自由的他吗 我还能接受那个 可以随便睡懒觉睡到几点 可以想喝朋友 喝酒到什么时候 就喝的酒到什么时候 那个男人吗 突然之间姑娘发现不对啊 我要的是一个家庭 有稳定的收入 扎实的生活基础 每天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 也应该是固定的 会想到很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两个人的阶段变了 就其实姑娘刚才已经说穿了 她又说我们已经从恋爱阶段 变成一个准新娘那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你其实一直就没有懂她 你没有懂她的这种心态的变化 你要明白一个女人 当她觉得我要嫁人的时候 她会趋向于稳定 现在她就希望你有一个稳定的状态 那么稳定的状态有很多方面 她其实也提不出方案了 我可以帮你们提出一些方案 一个稳定的状态 不一定要朝九晚五对吧 也不一定说你事业做多大对吧 也不一定说你每次 你必须要跟朋友A一直都不是 一个稳定的状态 首先第一个 我觉得陆陆续续该有一些存款 第二个 我们该有对未来的计划 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生孩子 什么时候存一些钱 将来买房买车住之类的 有一些计划了 第三个 我们将来的发展究竟是怎么做 我们这个事业 究竟做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将来要不要再去做一些 别的什么事情 所有所谓的稳定 就是为将来打算 她心里面藏着的 没有说出来的话 就是这一句 你现在没有为将来打算 她想听到的就是这个 所以我觉得你们感情没有问题 只不过进入新的阶段 你们有一个新的课题放在面前 两个人好好的谈一下 开诚不公地谈一下 畅想一下对未来的计划 好 就这样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小文 小苏 你们两个人 我觉得根本的问题是两个人 对于结婚这件事情 认知不同 在男生心中觉得结婚 就是领个证 然后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依然如此 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可是结婚这件事 对于女生来说 她不是领证这么简单的 她是整个人生状态的一个改变 你们两个人是从以前这种 恋爱的不稳定的关系 步入到一种稳定的关系 她会觉得这一生 我就有所托付了 所以结婚对于你们两个人意义不同 那在结婚前的这种的态度 当然就不同 你看她是完全积极地 去面对未婚妻未婚夫的关系 我先适应妻子这个角色 我好好地去研究这个软件上的菜 给你下厨房做菜 你看这样希望能够感动到你 但是你给她的回馈是什么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没有看到她的改变 再加上你对这个婚期的不确定性 所以在她心里就会失落 就会失望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步调不一致 不在一个频道 确实是不着急结婚 但现阶段真的是应该 把你们的步调统一在一个频道 不要着急 你也不要懈怠 好吗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其实呢 说句实在话 男人一定要上了年纪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Cause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e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 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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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ve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Cause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But I know you're too long But I know you're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ey As you fade aw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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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I think I need help I'm going through hell I fake like I'm fine But I know you can't tell Like nothing I've found My mind overwhelms I think that I'm broken But I know you can't help I know I'm not perfect But some days I feel more more worthless Baby you make me feel nervous If I still am here I have purpose It's all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停了老师这么多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 of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ee me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Then will you get bored of killing me? 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aunt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olls full of pin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 I got issues in my head I like you in my bed But you keep me on read Oh Everything is like a test I better not text Or I'll come off desperat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ing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end it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Then will you get bored of killing me? So if I play dead Will you regret Everything that you did That you said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you're doing And my heart 請關門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對 未婚的小情侶 他們怎麼選擇 來 請開門 來 一起見證他們的浪漫時刻 各位請見證 沒有誰能把你搶离我身旁 你是我的這首天使 為我們獨佔 沒有誰能取代你在我心上 來來來 就是祝你們快樂 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 好嗎 謝謝兩妹請回吧 謝謝你們 謝謝老師 謝謝